我們分享,謝謝 嗨,大家好 我是依萊,然後我們是踏出同溫層中多立資訊平台 那主要會有這件事情的專案的原因是因為之前有了解一些境外供給的一些資訊或一些平坡消息的資訊 距離民意專案其實本身已經有一些蠻多有在處理這方面的資訊,然後我們就在想說那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那我們會碰到的問題像是說可能說你在聊天的群組中可能會碰到有人有傳一些假消息或偏頗消息那你跟他講說這偏頗消息可是他還是不這樣認為 或者是說你會覺得說當我們每次選舉到的時候彼此一直那個對立漫漫然後讓整體的那個氣氛變得不是很好 然後也不太想說一直讓臉書的演算法決定你的好朋友是誰 所以我們建立了幾個機制第一個機制是說我們希望把各個不同用關鍵字去的組合去把同關鍵字的不同的立場的訊息把它放在一起大家可以直接了然去看到這些訊息他們的講法是什麼 那我們也做了一個取代一般戰賴客互動的方式是一種立場選擇的互動 就是說當你今天一般使用者看到這個資訊你可以選擇說你覺得他可能偏向哪一個議題的立場然後你就可以去選擇 所以我們一開始會先藉由我們的城市的設計去去決定初始的這該訊息的立場是什麼然後接下來會由各個使用者去決定說這個立場其實偏向什麼立場 然後這樣的話會讓大家再使用舉例來說今天如果有一個你在賴群組看到一個資訊 然後你就到這邊到我們的平台就打一下 這個資訊的關鍵字然後你就會看到原來目前大概有幾個立場的那個資訊列表然後就可以把這樣的一個列表分享給你的朋友 讓大家可以看到說原來有這些東西 然後另外也是希望說可以跟其他的專案去做合作或者其他的一些議題平台做合作讓他們沒有一個資訊的時候可以去連結到原來如果在我們這邊的那個平台的話會看到 還同樣的資訊有哪些立場讓大家可以一目的瞭然看到說這些資訊的各立場的那個說詞會是什麼 目前的那個畫面大概是長長這樣最上面頂端的他會是放一些公民的懶人包的一些刨牙燈就是一些比較重要的資訊讓大家可以直接懶人包做分享 那下面這個就是說舉例來講他今天搜尋口罩地圖那我們就跟他講說口罩地圖台中是目前最熱門的一個那個最主資訊最熱門然後他下面就會有各個標題然後會告訴你說目前我們做的是說政黨的立場 的話他剛剛告訴大家說目前在這樣的資訊裡面民進黨立場他占70%然後國民黨立場在50%然後接下來點擊各個就是右邊有個立場的欄位你就點舉例來講點那個彩色的那個標籤 這是放大這個放大的那個那個單一的那個文章列表就可以分享到那個賴群組 然後像剛才那個如果今天按了一個彩色立場的話你就可以這樣去選擇這個立場到底是什麼那你可以留一些為什麼你這樣認為這是我們目前大概開發的畫面 那我們現在需要的是說像資訊來源的工程師我們目前已經爬了PTT臉書還有新聞網站還有一些賴群組 那我們也需要NLP的工程師去幫忙去判定說這資訊的類似性還有一些UIUX的設計師還有一些就是關心議題的夥伴們也希望可以加入所以你不會顯神師也是可以的那目前我們有10位夥伴然後目前開會了5個月那好那大家聯繫的話就每周商會9點半會開會然後大家可以從文件學上看到我們一些相關資訊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